倒是米营芝生日过后就很少来看张氏与赵秀了 赵秀问起米夫人 她只说是米营芝身有不适 赵秀还担心了一整天呢 再问第二回 米夫人的回答又变成了米营芝粘以吉吉 不再是小姑娘了 出门当谨慎 又该学习管家 因此让她留在家中多多练习 遇到这种回答 通常张氏会主动开口 邀米营芝出来散散心 可奇怪的是 张氏居然没有开这个口 赵秀悄声地求她邀请米营芝来 张氏也笑而不语 赵秀有些糊涂了 米营芝没做错什么事吧 没发现她什么时候惹恼了张氏呀 看张氏与米夫人的亲密样 也不像是厌弃了对方的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缠着张氏追问 张氏从来就拗不过她 瞒着瞒着最后还是坦白了 你不是喜欢你米表姐吗 她如今也急急了 正是说亲的时候 我有心把她说给你哥哥做媳妇 正跟你舅母商议呢 只是婚姻大事 没那么快定下来 你哥哥还在外头工干 总要等他把事情办完了才好 免得日后叫人知道 会说她在杭州工干 不用心认识 反而分心去说媳妇 你舅舅舅母 又只有这一个女儿 定是要慎重又慎重的 我跟你舅母商量这样的事 你米表姐又怎么好过来 赵秀恍然大悟 笑道 这有什么好避讳的 您跟唐舅母说你们自己的私房话 我跟米表姐自个儿寻乐子去 两家本来常来常往的 杭州谁不知道啊 忽然间米表姐不来了 知道的人只当是寻常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做错什么事 惹您不高兴了呢 岂不是连累了她 既然如此 你就自个儿下帖子去 其实你哥哥不在家 没什么可避讳的 她来不来都无所谓 赵秀果然给米英之下了帖子 请她到红香屋喝茶 如今红香屋里春梅绽放 正是景致好的时候 再不少 等梅花凋谢 还要好一阵子 才能闻见桃花香呢 米英之接了帖子 不知是真的害羞 还是别的原因 没有答应付贿 反而给赵秀送来了 另一张帖子 那日她积极礼上 出任有私的红家姑娘 出身前唐旺族 家住西西 风光很是宜人 如今春暖花开 她有意邀几位龟中好友 到西西踏青 因在米英之家中见过赵秀 觉得她虽是喉门千金 为人却很和气 不摆架子 便也给赵秀下了一铁 托米英之转交 帕青的日子 正好跟赵秀请客 是在同一日 赵秀也顾不上 这是不是巧合 久闻西西 师弟的盛名 她还是想去看一看的 这几百年前的西西 与现代的西西 有什么差别呢 张氏虽然有些不愿意 放孙女独自出门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跟几个陌生的姑娘 一处玩耍 但米夫人曾说过好几次 世家女儿 就不该让她整日养在家里 不出门 反而应该让她多见见世面 才能开阔眼界 否则跟小门小户 交养的女孩子 有什么区别 张氏如今 正与米夫人打得火热 加上又有米营之同行 她到底还是松了口 赵秀欢欢喜喜地 准备踏青去了 还特地去跟广平王报备 广平王听得颇为向往 我也听说过息息景致 只是不曾去过 秀姐回来了 记得说给我听 赵秀笑着答应了 倒是高真 又嫌闷闷不乐 因为她起码 有大半日不能见到赵秀了 她有心要送赵秀前去 却被赵秀拒绝了 叫红家人看见 还不知会说什么呢 你表姐也难免要误会 我自个儿去就行了 有那么多人跟着 还有游哥护送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她想法坚定 高真只能放弃 等赵秀走了 广平王就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鼠落儿子 哟 出息些 你先前也不是天天能见着他 怎能如今连半日都不能分开了 叫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只怕也要瞧不起 赶紧把文书给我准备好了 预备朝廷来人接手 浙江不正是衙门那边 你也要时时留意 别叫人钻了空子 如今你儿女情长 还不如秀家能干 若再出点纰漏 我都不好意思 听你开口说媳妇了 高真有些善善的 门头办事去了 赵秀这一天玩得很开心 西西风景宜人 春光正好 红家姑娘细心周到 性情温婉 比起米营之 又是另一种性子 把整个行程 都安排得恰到好处 茶水点心都很美味 并没有不合口味的菜色出现 大概红姑娘 事先是打听过个人喜好的 一起踏青的几位姑娘 都不是完全的陌生人 在米营之的吉吉礼上 基本都见过 还有两位是杭州府衙蜀官的女儿 个个都是和气性子 没有刺头 也没有无理没眼色的蠢货 他们对赵秀的身份或有好奇 却不会表现出来 大家不论出身家事 平等交往 十分融洽 赵秀只觉得这样的聚会 比起在京中时 要令人愉快得多了 心情愉快了 吃的东西也变得美味 连眼前的景致 都要迷人几分 赵秀坐在游船上 欣赏两岸景色 散了几回 红家姑娘便笑道 哼 早听米姐姐说 赵妹妹善话 既然赵妹妹如此喜欢此地美景 何不将她画下来 日后实实欣赏呢 她不过是随口一说 赵秀却上了心 在座的姑娘们都能诗能闻 亦有人通晓 琴琪诗画 为了给他们解闷 游船上也备了纸笔 赵秀便利用这些纸笔 画了几幅塑写 带回园中后 再根据记忆 以这几幅塑写为底子 重新画了几幅塞美景图 她连画了多日的西湖 又在墨香宅中 见过多幅明家画作 当中又多数是山水楼台 她学了那些明家的笔法 用在自己的画中 融会贯通 画迹已经大有进步 今日用来画西西景致 倒也四模四样 她还在画中一角 添上了游船 上头几个小小的美人身影 只带他们一帮闺秀 只当是在画游乐图 画完了便拿去给张氏看 张氏瞧了就笑道 画得有些粗了 不过倒还有些意思 张氏的祖上是书画大家 她见惯好字好画 眼光一向很高 能得她这一句夸 已经很不容易 赵秀心中也欢喜 四日又拿去给高真看 高真自然只有夸的 她也就是听听 回到乙梅轩 又重新做了点修改 把画画得更好一点 她给敏盈之 红姑娘 以及另一位高姑娘 下了帖子 请他们到红香屋喝茶 三人这一回都附会了 如今他们已混熟 说话也随意了许多 看到赵秀画得兮兮春景 红姑娘忙说道 我那日不过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你真是画出来了 还把我们也给画了上去 那高姑娘也是书香名门之后 通晓之画 仔细端详过画作后 连连点头 我们规格中做画 多画花鸟 偶尔有山水人物 做工笔楼台的却少 赵妹妹这两幅兮兮春景 把几处房屋楼台都画出来了 竟画得如此仔细 你们瞧这儿 这是我家园子里的一处高楼 素日灯高 赏景用的 最边上的一扇窗 因日前光风吹坏了 至今还没修好呢 赵妹妹竟然照样画了上去 众人听了 齐齐凑过去看 果然如此 蜜英之笑了 赵表妹这是做什么 竟连这个也画上了 赵秀不好意思地笑笑 那日我画了素鞋 上头就有这一扇坏了的窗户 我想着画的既然是息息景致 没理由只画好的 不顾真实 便远样画上去了 众人又是一顿夸奖 红家姑娘又劝赵秀 其他景致又如何 不如索性画个息息实景图 赵秀哑然失笑 我早就记不清了 那日也不过是画了三四幅的书写 这个好办 红家姑娘自个儿是书香门第 家中父兄书博 皆能师绘画 家中藏画不少 他自愿借出家人画集 供赵秀做回忆用的参考 还答应了下回来时 一定亲自送来 可惜他一直没能再过来 上海府辖下多地官员 因贪腐案落网 好几个地方大户都被卷了进去 人心惶惶 他们的家眷亲友 一边想办法各方打点 要把他们捞出来 一边找人求情 能求的都没落下 曾师郎与赵伟自然不必说 连家定的焚羊王府 都有不少人上门 光平王远在杭州 又足不出户 倒是躲得清闲 可是随着落网的人见多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纷纷四处寻找各种可能的门路 想要见广平王一面 一广平王父子住在园中的赵家祖孙 自然是他们最重视的目标之一 更别说赵伟还是副使 主管抓人 无奈张氏与赵秀在杭州也很少出门 住处附近有官兵把守 寻常人无法接近 米家因与赵家有亲 再次门庭若市 就连曾经来过红香屋做客的 红高两位姑娘也都被盯上了 为了避免麻烦 只好拖撑小样 躲了起来 赵秀没有了上门做客的新朋友 只好专心练习书画了 如今他身边就只剩下一个高真 还能时时为他解个闷 如今他只盼着圣旨赶紧下来 只要圣旨指派了新的钦差 他们这边大概就能得享清静了吧 圣旨终于赶在三月三上 四节前下来了 皇帝听闻上海府发生如此大案 十分震怒 只派了大理寺与刑部的官员下来 处理贪腐案事宜 钦差副使赵伟将手头的证据 与戴罪之人移交给他们 并协助他们做好证据收集工作 接着与他们一道 押送犯人上京受审 至于另一位副使曾侍郎 则要带领江南官员与工匠等 赶在今年大潮来临前 将有问题的堤坝加固重修 以避免打祸 作为钦差证实的广平王 因为身体缘故 尚书请辞 皇帝温言安抚了一番 却没答应他的请求 反而让他继续坐镇上海官场 以防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地方豪强 欺负办案的官员 背景出身不够显赫 故意跟他们过不去 又或者有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 利欲熏心的蠢货 在这种要命的时刻 还要拖曾侍郎后腿 妄想能摊掉修低的银子 而银子 当然是从被查抄的官员家产中出 皇帝恩旨允许广平王留在家定修养身体 还赐助行宫西院 另有名贵药材若干赐下 考虑到他的身体劳累 又难得遇上靠谱的好大夫 自然是修养身体为重 这一条很难说是否有太后 蒋氏助言的功劳 作为钦差的责任就要靠后了 但为防耽误正事 皇帝又给广平王找了个新的副手 焚羊王 这位焚羊王不是别人 正是十多年前 曾经老郡公下葬时 为张氏祖尊助言 打击赵冢契宴的那位贵人 他原是焚羊郡王之子 父祖都已去世了 照本朝宗室律令 他的爵位被降到了猴 何该被称为焚羊侯才是 但由于老太妃与焚羊王妃尚在 所以王府点额还没变 他的家仍旧被称为焚羊王府 他就成了身份有些尴尬的 焚羊王府的那位宗室贵人 但在嘉定一地 他与皇室的血缘是最近的 是高氏宗亲在嘉定的领袖人物 前年 盈王逆党在江南生乱 偷袭太子与广平王世子 他起初不知情 听说太子遇险 还曾经慌过一阵 可惜逆党为防止他碍事 事先软禁了焚羊王府上下 他不敢拿家眷性命冒险 只能干着急 等到京中消息传来 太子平安回宫 他立刻就改变态度 指挥王府亲位 控制住了负责监视王府的叛军 并帮助官兵围剿逃走的逆党了 虽然只是立了一点小功劳 还有那么一点怕事投机的心理 但皇帝登基后 为严防亲兄弟的同时 嘉恩宗室 还是升了他的爵位 让他拿回了自家 曾经的焚羊王称号 听说钦差队伍里添了他 广平王等人都很淡定 这位焚羊王的为人还算靠谱 虽然有时候稍嫌软弱了些 但大面上倒是没出过差错的 他又常年坚守家定 对修霸的官员私底下那点猫腻 即使不知详情 也多少听过点风声 更熟悉地方人头 对案情多少有些帮助 皇帝与广平王都不担心 他会跟那些官员勾结起来 卷入贪腐大案 一来他身为宗室 从不曾干涉过地方政务 二来他常住家定 府中良田千情 遍布苏松各地 连世代祖坟都在此 在海邦大坝上做手脚 万一出点事 岂不是葬送了祖宗家业 他还没那么蠢 事实上 全家定的高市宗族成员 全都对贪了修霸淫的官员恨之入骨 哪怕家定一地的堤坝没出问题 他们也不领情 谁会只在家定有地 许多人还在南汇 家兴置办产业 也不乏参股做西洋货物生意的 一旦闹起潮灾 他们岂不是要血粉乌龟 焚羊王领了圣旨 上门来鼓励他 严办那些范氏官员的宗室长辈 平辈便络绎不绝 焚羊王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赶到杭州来见广平王 听候他的教诲 广平王将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他 又将相关文书资料与他做了交接 还命手下那些办事的人员随焚羊王离开 他自己打算在杭州再住些时日 等犯人被押送上京再回家定 也免得有人缠上来求情 焚羊王与他是堂兄弟 素来关系还可以 也不多言 带着人和东西回家定去了 至于广平王 没照圣旨的意思 历世折返 他也不在乎 只是留下了话 说会打发人去清扫家定行宫西院 送走了焚羊王 广平王可谓是无事一身轻 虽然钦差正史的名头仍得以保留 但皇帝在圣旨中已经卸下了他一切公务 他可以安心休息 调养身体了 回家定行宫也不是不行 西院的房屋重修不到五年 还算是新的 园林景致也不错 住在那里肯定会很舒服 家定如今繁华不雅于杭州 而杭州住了三个月也有些腻了 不过广平王在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更希望能在杭州多待些时候 至少要待到他用过药 身体已有起色之后 若是现在就立刻返回家定 入住行宫 行宫里的人也许会把他治病的详情 报到宫中去的 广平王虽然信得过自己的弟弟 但世子高真却更希望 他能多提防着别人一点